医院里刚出生的宝宝一字牌 开可爱的模样让人为之融化 美国受疫情影响 封锁一年多意外促成了婴儿潮 德州一家医院竟然在短短不到四天 也就是91个小时内 接生了107名婴儿 打破医院在2018年 短时间接生婴儿的记录 让妇产科和生产团队忙翻天 岳方表示应该是这段时间 夫妻在家没事做 尽管在疫情下迎接新生命 还是让人开心又感动 随着疫苗大量接种 欧美陆续解封 独家升级夏威夷的观光 已经恢复到疫情前的七成 大量美国游客涌入享受 沙滩阳光到处挤满人 知名浮潜胜地欧湖岛口龙湾 为了保护生态 入场人数从单日3000人 降到1700人 外地人的门票也提高两倍价格 到25块美金 而英国三分之二的成人 已经接种两剂疫苗 将在下周19号大规模解封 放宽防疫限制 社交距离规定等等 夜店也将重新开业 尽管部分专家觉得太快 太轻率 早已闷患的民众 大概已经等不及准备大解放 记者最后报道 这是上车火爆车 what the means 对准备 Yuisation 最后报道 感谢观看